下面今天我登场的这位 他应该是在中国的自由搏击列台上成名最快的选手 从木木无闻到自由搏击 该级别世界排名第三 用了四年的时间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来自大东墙 坦克邱建良 这场比赛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邱建良 对着来自于罗马尼亚的马克希姆 我们看他的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呢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战绩 对 邱建良也是一个智商高 情商也高的运动员 没错 邱建良的这个对拼呢 并不盲目 邱建良会经常改变自己的攻击频率和速度 如果不算黑哨的话 邱建良最近都没怎么输过 黑哨是在那个洛洛哥输过一场 我们不认为邱建良比对方差 利用一个拉揣的方式 就是 呜 或者打鼓连续的重击 转身后登 漂亮 挑戏 漂亮 非常非常累的 如果你再去思维 消耗体力更大 对方在腾空给了一个摆拳 快 快 但是这个马克希姆这个我也能理解 就不知道主动进攻 好 后手拳 邱建良如果输掉的话 会对会成为对方的一个垫脚石 会对会成为对方的一个垫脚石 准备 准备 马克希姆会告诉我们你要保持移动 就推着你给你打 是 马克希姆终于抓住出现了 终于抓住这机会了 感觉 输出一些 当中那个潜台词怎么可逮着你了 马克希姆表示 非常地头疼啊 抓不到啊 邱建良火社 如果你热爱搏击 渴望在擂台里实现梦想 获得荣耀 来这里 大东西洋搏击俱乐部 中国搏击界黄埔军校 我在这里等你